而电磁脉冲武器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007系列电影中了 1995年上映的《007黄金眼》中 苏联研制的用于发射电磁波破坏对方电子系统的攻击性卫星黄金眼 就是电磁脉冲武器 在该影片中反派窃取了黄金眼的发射权限 并以雷达战为目标发射了一束电磁波 雷达战承受了攻击后 其内部的所有电磁设备被尽数破坏 而经过的飞机也在接触到电磁波后完全失灵 并在空中爆炸解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